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將會是一個家的Vlog 我就在想 究竟我在家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關於韓國生活上的資訊 可以分享給大家的呢?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想來韓國生活 或者是有些人已經來韓國生活了 我作為一個在韓國生活了幾年 所以... 積積埋埋都有一些小撇步小貼士 我不敢說只有我知道 但是我是會這樣做的 所以這段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 一些我自己的小貼士 希望可以幫助到看影片的大家 那現在首先第一樣的就是吃東西 因為大家看到後面的鐘 現在已經是晚上的8點半了 好餓 如果有追開我的影片的各位小蜜蜂們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是經常叫外賣的 但是我叫的外賣 其實也不是每一間都那麼好吃的 那我昨天就叫了這個 Tapuk Tung Tung 又不是非常難吃的 但是是不好吃的 它的份量又那麼多 但是我沒理由那麼浪費的 而且其實有時候它們份量那麼大 你一餐未必吃得完 又不想吃第二餐的時候 那我會怎樣做呢? 就是將它不同的做法 大家都有吃過春春炒辣雞 是不是? 那它們最後不是會加點飯炒嗎? 所以現在我的做法就是一模一樣 首先我會先把這些雞 然後我會把它做成炒飯 因為它本身的調味真的太不好吃的關係 那我自己會再加其他調味 所以現在就要準備炒飯 現在就要先把雞放下去炒 首先我會先把雞弄小一點 那這個方法其實呢 我又是來到韓國之後才會這樣做 因為我在香港家 是從來沒有這些夾的東西的 因為在韓國吃烤肉的時候 我會這樣用夾夾起豬肉 然後剪開 然後吃炒辣雞的時候 它最後又會把雞肉切成碎塊 然後才炒 我覺得很方便 所以搬來韓國之後 我家裡一定會 存在這些是煮食用的夾和剪刀 其實我真的覺得 不同的家庭是有不同的習慣 可能是有些家庭 一早已經會用剪刀去料理 但是我們家裡是從來沒有試過這樣做的 我把我這個煮食的方法 帶回香港家裡 我不知道它們有沒有用到 但我自己就用得很開心 真的很方便 好過你這樣慢慢慢慢手撕 我現在關火了 因為火太猛的關係 其實如果它不是沒有味的關係 但是我都不用太煩 如果它好吃的話 我直接會把它放進微波爐 直接吃第二餐 又洗鬼 又剪又炒又什麼 但是這個是一個不浪費的方法 因為說真的 一個人搬出來住之後 有很多東西 真的需要自己去搞定 外賣不好吃 難道扔嗎 做人是不可以這麼浪費的嗎 所以就要自己想一些方法出來去搞定它 如果我一直都是跟家人住的話 我可能就會被家人去處理這件事 那我就永遠都不知道原來是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其實我挺喜歡自己一個人這樣出來住 我真的覺得我整天獨立了很多 另外這裡也有一些泡菜 就是跟那個雞一起送過來的伴菜 通常所有的外賣 我都不會吃那些伴菜 我會直接叫它不要送過來 但是有時候它都是會送過來的 或者有時候我忘記說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我就會把它放在雪櫃裡 但是其實這些盼餐是不可以放雪櫃太久的 所以就是最好盡快就要把它吃掉 因為我看到我沒有菜的關係 所以既然有菜 我就直接放進去 因為平時做炒飯的時候 店舖都是會這樣加泡菜下去做 所以其實我現在是還原著他們餐廳的做法 我覺得好吃的泡菜真的很少 我不知道吃太酸的泡菜 但是偏偏有很多地方泡菜都是很酸的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偏酸的泡菜 所以就是只可以這樣把它炒飯 開場面的機器 然後開火 然後因為它本身沒什麼油的關係 加適當的橄欖油 然後就可以進行炒這個步驟 由於它的醬是太不好味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太會用它的醬來炒飯 如果它的醬是好吃的話 我就會加很多的 炒到差不多熱 然後我家必備的即食飯 然後我下去 雖然它是一人份 但是它是偏多的 因為有時候菜太多的時候 飯就不會想吃那麼多 非常之重要的步驟就是試味 它不夠鹹到它夠味 味道真的很一般 我先加一點蠔油 韓國是可以買李錦記的蠔油 有一隻貴一點又一隻便宜一點 我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但是都是寫著李錦記 大家只顧著蠔油的話 可以去各大的超市都可以買 因為我個人是很喜歡吃蠔油的 我覺得蠔油是 放什麼的食物進去煮都是好吃的 試試味 現在我感覺有點像是泡菜炒飯 因為可能剛才我泡菜 也分量了很多 味道可以上碟 它炒出來放的真的很多 飯就完成了 但是差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記不記得 最後碟完也會打一隻蛋 現在就會再煮一隻蛋 我又要出動我的絕招 找那個蓋蓋著它 坦白 爆了一隻蛋 失敗 這油是狂彈了 因為其實我這個方法 我是不想油彈出來 然後 因為我覺得 清理廚房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所以我就盡量用一個 我不用那麼麻煩的方法去處理 忘了蒸水是麻油 其實我不是這麼喜歡吃麻油 所以輕輕 記滴 好 我不客氣了 我要煮一隻蛋 好療癒 這個畫面 好療癒 這個畫面 好療癒 我不客氣了 要煮一隻蛋 好療癒 好療癒 這個畫面 好療癒 昨天真的覺得 我以後都不會再叫那間的畫面 因為其實以前我叫我買的時候 就算它是不好吃 或者是我不再想吃第二餐 但是 因為我都沒辦法 我就會硬吃了它的東西 但是我都忘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忽然覺得 我再這樣應該會很辛苦 應該會很不開心 所以自己就會開始 弄一下 不同的 味道出來 其實有一點點成功感 其實說真的 然後在這裡推介大家一個吃法 就是 落沙律醬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韓國食物 跟沙律醬是非常之相配的 有時候 譬如你出去點一些 蓋飯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流行 譬如是 吞拿魚蛋 跟沙律醬 這樣就做一個 蓋飯 因為本身 韓國食物很多都是辣辣的 然後沙律醬是一個 相對是一個溫和的食品 所以這樣確實是 好夾的 所以這個料理的方法 就是我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tips 第二個小tips是什麼呢 話說我前幾天 就買了個 新鏡頭回來啊 我是買了這個 Sigma 18-35mm 因為拍了這麼久 其實我對相機 都是沒有特別的研究過 直至2018年的下半年開始 我就對相機開始 產生了少少興趣 果然很多東西 產生了興趣 就很難回頭 所以呢 就經過一番考量之下 我就買了這支鏡頭回來了 我平時用的相機 就是現在用的這一部 Canon M50 這一支就不是Canon的鏡頭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直接可以放到Canon相機裡用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需要一個轉接環的東西 那韓國呢 因為就很流行上網賣東西的 所以我就上網搜尋過 那個轉接器是需要11萬won的 但我身邊一些對相機比較有研究的朋友們 就大家都跟我說 千萬不要上網就賣這些電子產品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全部都是在二手市場買的 其實這一支鏡頭 我都是在二手市場買的 在韓國生活的朋友才會用到的資訊 就是大家可以上網打 Chungonara 它就是一個二手買賣的網站 然後你就登記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種類的二手產品 你想買相機也有 你想買家具也有 化妝品啊 護膚品啊 你想得到的都會有 譬如我今天想買這部電話的 然後我就把我的電話拍照 然後所有的資料寫完 然後update上去 如果是有賣家想買 就會直接聯絡你了 所以這個鏡頭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我就直接約賣家去交收 這個鏡頭我就買了60萬won的 是比正價便宜很多 而且它是非常新 甚至因為賣家幾乎沒有用過 看得出是完全新正 沒有痕跡的 所以首先第一 這個二手網站 裡面有這麼多粒粒粒的東西可以買 它這個存在就已經令我覺得很神奇 很驚訝 我已經知道有這個東西很久 但我從來沒有用過 我是因為這個鏡頭才第一次用 轉接器那裡 因為朋友們叫我 我也是買二手號 所以我也是在二手網上 搜尋有沒有這個轉接 然後又很幸運 讓我看到 因為其實它們算是人氣產品 所以比較難找 人氣產品是真的 你看到一有 就很聯絡賣家 就說要 否則真的 5分鐘後就沒有了 然後它只是賣 7萬won 然後它就說可以郵寄給我 或者是直接交收 因為交收的地方 我這個比較遠 所以我就選了郵寄了 昨天我是下午5點39分去聯絡他 就說我想要這個轉接器 然後他秒覆我 就說 因為這個賣得太便宜了 所以有四位朋友都有聯絡我 然後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話 你要馬上過數給我 大概6點左右的時候 就會有些配送人員 過來可以收走這個轉接器 我當然馬上說好 然後就馬上過數給他 然後大概是6點05分左右 然後他就寄了照片給我看 就說已經包裝好了 就寄了給你了 然後我心想 嘩 整件事真的發生得超快 大概半小時之內 就把所有東西搞定了 首先我已經覺得是超級神奇 我這頭華耀 然後那頭就有個人幫我 幫我包裝好東西 然後是寄了給我 我真的覺得韓國的配送速度 是真的很令人尊敬的 今天在下午的3點 然後我收到配送的人 就寄了一個信息給我 我就說我已經把你的物件 放在你的門口了 然後我打開門 就看到他在我的門口了 韓國的配送貨物系 為什麼這麼誇張 是再次令我驚訝 就是這個盒子了 不知道我裡面這樣 用報紙和筆筆包給我 就是這個轉換器了 現在試給大家看 立即有什麼效果 大家覺得有沒有分別呢 我本身就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是廣角的關係 它不是 所以是會沒那麼廣的 這個就很正常 但是後面是 超級萌 放大了的話更加 更加萌了 後面 超級開心 所以翌日在家 就會多數都是用這個鏡頭來拍片 我忽然想起這件事 就是大家看到我後面這個MIRROR燈 其實就是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那天他約我出去 其實我以為是跟他吃飯 我沒想過他會送東西給我的 這個MIRROR燈 他就存在在一個很大的紙盒裡面 然後他就整個紙盒送給我 然後我就嚇壞了 因為本來打算跟他吃飯之後 我會去別的地方 我沒想過回家 拿著這麼大的一盒 怎麼辦呢 難道我真的要回家 還是要找一個地方安置他先呢 然後他又跟我說一個方法 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去郵局寄回家 就可以了 原來可以這樣的 因為本來我收了他的禮物 已經到了我手了 其實我不會想又將他交給別人 然後又不知道等多久我才可以再收到 去郵局寄完之後 譬如星期一寄 然後星期二就會送給我家 所以我真的覺得韓國的配送文法 真的太誇張了 其實包裝的方便 因為他本身就已經在一個盒子裡面了 所以就需要去郵局填那張紙 就是你要寄去哪裡 然後收件人的那些東西 然後貼上紙盒 然後直接櫃桌給錢 這樣就可以了 是真的不用三分鐘的事 只要你找到郵局在哪裡 但是其實因為韓國也有很多郵局 還有郵局的分佈位置 其實我覺得都算方便 所以在韓國住的大家 如果剛好遇到我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可以善用一下這個服務 然後我記得運費不太貴 運費好像大概都是三千多四千元左右 就可以節省了一個方便 節省了一些時間 所以我覺得是挺不錯的 因為我除了香港和韓國之外 沒有真正在其他地方住過 如果你說是香港 基本上這個速度就沒得比了 所以我在香港這些事我是想都不敢想的 而且因為郵局通常都是開一至五 然後下午就會收六點 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可以善用這個服務 至於昨天為什麼他會這麼快送給我呢 因為我懷疑那個賣家 他就因為知道隨時可能有人想買他這個產品 所以他就更新的 他應該就是在某公司上班 其實概念就好像是 譬如香港的辦公室 其實也會有一些配送的公司 這樣來送件 派件 感覺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驚訝的是因為我這裡是住宅區 其實是不會有一個配送公司的職員來固定收件送件 所以我覺得韓國是照顧住宅地方的人 所以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我剛剛說的小提示 都可以幫到在韓國生活的大家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支持我 記得follow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更多的動向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就不怕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收看 Bye 1 3 1 2 1 2 3 9 10 1 2